自首市采茶器在茶园内采收茶园 这是在2017年获得全国十大神龙奖的长生之茶第三代老板林和春从日本所引进的 回想起2014年时要迈进这台机器光是说服父亲就花了好一段时间 光学习就花了十年了沟通革命花了两年 然后到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到现在大概七年了 所以整个旅程是很漫长 有了成功的堆叠之后慢慢的走出他的认知了 他就发现他没有办法再透由他的认知来管我说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而是我做的比他想的更快那他就只能放手 因为曾在科技业工作了十年林和春对于效率相当重视 他不只经营自家家业更做起代根 目前在国内的规模已经达到100公顷 会去做代根是为了要推动产业的改革 农业要一下子从零跳到智能AI是不可能的 他必须要先从农业跳到机械 机械跳到一个规格 那这个规格制定完了之后才会走向这个数位 那数位之后才会走向这个我们所谓的智能的部分 而林和春还跟资测会合作研发农机智慧管理系统 也就是透过农机上的感测器及行车电脑数据搜集 经过分析后不仅可以进行农机维护诊断外 还可以提供管理建议 这套系统更得到日本农机企业的青睐 提到短期目标 林和春表示他想完成一家五人工厂 长期希望将采茶经验数位化 对现年46岁的林和春来说 想做的事情太多 可用的时间太少 有许多想法的他只希望台湾茶产业 谢谢 能永续经历下去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